講到露營車我們不得不提到福斯的T系列 不管是在香車接駁的車或者是貨運 是露營車等等都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福斯T1到現在的T6造車工藝整個的一個實用性 福斯的T系列在這個露營車裡面是站著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現在台灣有另外一台差不多類型的露營車 這就是馬可波羅的露營車 聽說它的這個內裝的質感設計各方面都非常的優 電動側滑門跟電動尾門我很需要這兩個東西 我是不是最終還是要來換這個馬可波羅露營車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OK 我們這一次請到的呢 是這個資深的露營車玩家 人稱黃老闆的這個黃老闆 那因為黃老闆呢 其實他本身開露營車的這個資歷已經非常久了 福斯的露營車也開過 後來現在換了這台馬可波羅 黃老闆來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兩台車最大的一個差異 很多細節也是只有開過這兩台車的這個車主 那他才能夠分享的出來 我今天也是抱著這個學習的心態 來跟黃老闆情誼一下 我到底最後是不是要把我的這一台 福斯 Kanifolia賣掉來投爆馬可波羅的這個行列 這個外觀你看起來 你覺得最大的這個差異點在哪邊 男人最大的成就就是開賓士帶樓雷 Mark就差了 這個車的質感呢 就做的比較像高級的休旅車 福斯呢 他就是沒辦法跳脫貨車的那種質感 如果今天要去機場 我花一樣的錢我當然做賓士 我很多朋友開租人車的 他都把福斯賣掉換賓士 對 那因為消費者的心態 對 他仙頂後面有一個W的這個Logo 台灣有些人在改仙頂 好像也是用這個套件下去 這個仙頂是德國他們一個最大的品牌 應該是B4跟這家仙頂合作的產物 所以說他的這個套件是用這家公司的 這個套件常常看啦 設置出來之後再把這套件放進去 他應該也有生產很多對應的車型 像可能T3、T4、T5 B4跟他們合作 這個車應該是西班牙生產的 難怪我剛剛看一下 我剛剛仔細看一下 就是他那邊邊膠的部分 好像還是有一點凹凸吼 原廠裡面生產線出來的 模具各方面的資源 做出來的精確度一定比較精準 經過一個改裝廠的改裝出來的 你用賓士的轎車、跑車的規格 做出來的車的質感 因為他在生產線裡面則一體打包出來 因為我有朋友他也是在台灣改的仙頂 他也是用這個套件 他的膠條有些收編就歪哥騎抓 其實更嚴重 但這個已經相對好很多了 但是跟福斯的這個平整度比起來 還是差很多 我覺得還是有差 注意看喔 就是這個門 打趴福斯的 這個是我夢面以求的一個電動测滑門 测滑門 因為福斯的那個門真的超重的 你像這個有一點斜度有沒有 關的時候其實也蠻費力的 下車還要特別把他引拔住 尤其在上坡下坡的階段 對啊 相對安全性比較高 像小朋友或什麼 他自己有房價的功能 他的一樣有水槽、瓦斯爐跟冰箱 這個跟福斯有沒有差別 基本上功能性的話都沒有差別 但是因為冰式的東西比較昂貴 所以都列為選配要自己賣 譬如說你的水槽有個綠水籃 對 要自己買 冰箱裡面的那個分離的植物籃 也要自己買 對 所以都沒有 都沒有 但是他的防盜的那個紗窗 比福斯的好 福斯用塑膠板的 福斯的是一個金屬鐵板 那餐桌那些設計沒有什麼不太一樣 那他有一個比較的亮點 就是說他的櫥櫃的設計 不像福斯 福斯是走傳統的卡槽式的 福斯的那個門很難拉 很難拉 因為它摩擦力很大 冰式的設計是懸掛式的 所以他拉起來的平順度 我剛剛拉了一下很滑順 那這個設計差異性在哪裡 傳統式的第一個難拉 第二個它的產生 車子在震動的那種碰撞聲會比較大 哦 冰式軌道式的話就比較沒有碰撞 差異蠻大的 因為每次要開那個門 我都要稍微喬一下 這個椅子呢 做的比福斯好很多 因為它有充氣的那個臀靠跟背靠 你在把椅子放倒的時候呢 它不是手動的 它是電動的 所以當你把椅背放倒的時候 它自動就會洩壓 讓你的床變平整的 當你把它立起來的時候 它自動充氣 讓你在做的時候比較有 我剛剛有做一下 因為它那個椅子確實比較好做 可以獨立傾倒 對 而且它的角度蠻斜的 像福斯的話就是平平的 然後它角度只有兩段而已 它的椅子下面的儲存空間呢 容量跟福斯的是沒有太大的差異性 敗筆 就是說它的東西的剛性用的太差了 它是用塑膠射出的駁板 所以拉的時候呢 你必須非常的溫柔 不然可能你交車沒多久就被你扯斷了 福斯呢是用一整塊鋼板 對 你用腳去踹呢 它可能也不太容易壞 對 可是賓士呢 就你要很溫柔的拉 很溫柔的推 誒 來看一下尾門的這個收納空間到底怎麼樣 賓士的尾門呢 就設計的比福斯好 福斯來講的話 先整個尾門 賓士的呢 雙門的設計 你如果要拿頭枕部位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這個打開 所以你就不需要 就是大費周浪把它整個掀起來 不然我那每次浮屍 哇靠 那門就要打開 對 然後要拉我浪 不小心還會彈到下巴 今天要整個拿洗禮箱下面的東西 它會先關起來 對 先關起來 對 那一樣 注意看喔 浪哥這個你沒有的 我也很想裝這一個 對對對 哦 這個超方便的 對啊 這個就是賓士書福斯的地方 賓士所有的椅子跟桌子呢 全部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它原來的設計是一個吊網 嗯 這個東西是掛在這上面 那桌子椅子是放在這裡面 但是它放完以後 幾乎沒有置物的空間 那這個設計就有點積累 對啊 你看福斯它就設計在這個地方 側門放桌子 它完全不佔你行李空間 但是你如果要用賓士的這個設計 你就不用帶行李的 對啊 對 就完全就賺掉了 而且你看這樣其實 放不了太多東西 對啊 所以你勢必要必須用 比較輕巧的椅子 收納比較小的桌子 才能夠放下你要露營的東西 它的睡墊 嗯 非常的薄 哦 所以你在睡起來的舒適度 就遠不及福斯的 那個三碟式的 那種泡棉的睡墊 哦 比它原配的還差 對 所以我們自己呢 就會去找廠商 再來自己訂做 去Copy福斯的設計 哦 欸 車價比較貴 所以它周邊很多東西 還要自得自己花 什麼補胎劑啦 打氣劑啦 千斤頂啦 還有什麼黃色 那你剛講連蓬頭 連蓬頭也要自己買 那我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有水箱是不是 有有有有 你有用這個東西嗎 我沒有耶 我示範一下 你這樣的話就可以在車邊洗澡啦 這樣的話你有個吸盤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這樣方便很多耶 方便很多啊 在你的車上 我發現了一個神秘的東西 這個是緊急啟動電源 俗稱的電霸 開賓式的露營車 你一定要準備一顆這個東西自救 開服飾的不用 開服飾的也建議啦 因為我覺得都會有過度使用 那個電瓶的問題 這個沒看過耶 那你車上為什麼要準備這個 你有煤電過是不是 嗯 我聽到很多煤電的案例 所以我會怕 因為馬可波羅的設計 跟福斯的不一樣 福斯的設計是三電瓶 它是70安培 70安培 70安培 發動引擎的70安培不算的話 後面是70加70 140 那賓式呢 簡化到剩一顆電瓶 100安培 冰箱 鑄暖 車子裡面的電燈 都剩下一顆100安培的電瓶 所以說你是前面一顆後面一顆 對 所以你就兩顆耶 對 譬如說電動門啊 是用前面這個電瓶 鑄暖那些都是用靠後面那個電瓶 對 那後面那個電瓶呢 它冰箱有分五個階段 1 2是冷藏 3 4 5是冷凍 對 如果你用冷藏 它的電瓶撐個一天沒什麼問題 可是如果用冷凍的話 你撐一天它的電量可能會下降到70% 80% 那你如果開更冷凍一點的話 可能剩60% 對 那到這個level的時候 你可能到時候 你車上的電瓶呢 可能會shut down 嗯 完全就是鎖住 讓你沒辦法升降底 所以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說 你每一天都要去檢查一下你的庫存的電量 那如果我這三天兩夜錄影好了 嗯 那尾門跟側門我一直開 對 它會沒電嗎 一定會沒電 所以你可能一天沒事 兩天沒事 等到你第三天要回家的時候 它就罷工了 車子發不起來耶 所以為什麼要準備這個 這個東西是原廠的使用手冊裡面 就建議你要準備的 有這件事 對 像福斯的升降時候 是在引擎啟動的狀態 它可以用汽車的發電機去輔助它的電量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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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波羅的升降頂 要在紅火的階段 就是完全靠電瓶去升降 所以啟動它是不能升降的 那它如果今天沒電 它就關不起來了 那些玩馬可波羅的 他們甚至嚇到不敢用車上的冰箱 他們把櫥櫃拆了以後 放個大電瓶 然後去買一個移動式的大冰箱 放在車上 我靠原來是這樣 那我現在知道說 我的沒有電動車滑門 沒有電動滾門 反而是一個幸福的事情 它這個就是它50年的這個 經驗告訴它 不能用這些東西 這樣我比較可以接受 當你發現你要回家 你沒辦法降頂 也沒辦法發動的時候 你寧可不需要電動滑門 也不需要電動尾門了 我現在就是要把它降下來 對對對 以備不時之需 不管是電容式的 還是傳統的電瓶式的電壩 請你務必要帶上 我通常三天兩夜的行程 第一天應該是不用 第二天開始呢 我每天睡覺前 我就會發動半個小時 讓那個發電機把我的電瓶全部充飽 它的發電機的充電量很驚人 是一個很高的電流去充那個電瓶 所以大概半個小時後 大概就可以充到90% 喔 那就夠了 我記得35分鐘就可以充到90% 所以你務必要嚴格執行 睡覺前的充電動作 那服飾之前需要這樣嗎 除非我是超過三天以上 否則我基本上我就擺爛 是一個 對 兵士我就不敢擺爛了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朋友他就是在清泉的將軍艘那邊 對 他從禮拜四晚上去 自信滿滿的到禮拜天早上回家的時候 發現完全 shut down 螢幕也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要發也發不起來了 這個時候呢 他就翻開他的使用手冊 發現說你要用電霸把你的引擎發動 他才跟隔壁的路友借著那個電霸 把車發動 把電充飽 拆油霸回家了 今天收穫很多 對 我之後應該不會沒電 黃老闆你剛有提到說 這台兵士開的方式就比較斯文 然後你的浮屍那時候就比較狂野一點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浮屍的車子的剛性沒話講 因為他是不客氣叫貨車 必須要大量 他可以載重 浮屍算休旅車 他只準備讓你載人 所以他相對來講的話 他去走一些爛的地方的話 車子的扭曲會比較小 看哪一頓啊 浮屍來講的話 他給的比較大方 他除了四輪傳動以外 他還給你HOLD LOCK 對 還有HOLD LOCK 這沒有 這個沒有 我曾經在花蓮的沙灘 用HOLD LOCK拖混過 他沒辦法做過度的重量 但是如果說同樣情況 會掉下的時候 你有個HOLD LOCK 他確實可以幫你拖混 就拖混機率比較高 拖混 那浮屍來講的話 他也給的很大方 就是他的避震器 三段電子是可調軟硬 冰式他就是傳統避震 他就沒有可調 那他只有變速箱 就是SPORT模式的 那這台車呢 我朋友啦 那他開五陽高架 他曾經跟我講他嚇死了 可能沒有側風穩定系統 我的側風穩定 對 所以這台車 比較風大的地方 會比較晃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是浮屍的 是不是有裝尾掛鉤 對 我那時候還有辦監工藝 我是在後面 那個方管架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機車架 喔機車架 對然後我把機車 放在那個後門的後面 整台的機車 大概100公斤的機車 這樣撐得住啊 可以撐得住 但是那個彈簧掛得快 所以浮屍的車 如果你都載重 或是像我一樣 有掛東西的話 它的避震器一定會塌掉 解決方案就是 幫你墊一個那個墊片 再墊高 對對對 那馬可波羅的話 就百分之百不建議 喔所以這台車 你說剛性的問題 可能各方面 比較不適合 不適合啦 因為它是龍型 可能就教室結構吧 它不像浮屍是有大樑的設計 所以它能夠承載的重量 就相對就比較低一點 比較低一點 所以現在呢 只能找一些比較平緩的道路 還不能去挑戰一些什麼林道什麼的 喔 瞭解 那這個差異還蠻大的 很大 那你剛剛這樣子講了 浮屍聽起來 它好像各個方面 也不會輸馬可波羅太多 那為什麼你後來 是選擇馬可波羅啊 我不是說我沒有那個虛榮心 我們都很膚淺的 我如果一開始 那個年代同時有浮屍跟賓士 而且我是一個小白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浮屍 我會覺得就是說 浮屍各方面啦 維修啦 或是它CP值啦 會比較成熟 它累積了50年的經驗 所以做露營車的專業 還是浮屍最專業 賓士的話 做露營車的歷史就沒有這麼久 因為我已經玩過浮屍的時候 我會想要去嘗鮮 所以我應該是浮屍可以再繼續開 差一點為了這個電動滑門跟電動圍 千萬不要 你會很失望 剛剛這樣聽起來 好險我可以繼續開這個車 爸爸你手上拿那支 我上看你拿那支什麼東西 覺得應該每台車都必須要必備的 汽車的車窗的急破器 我的車上一定要放一個這個 為什麼要放這個 因為我本身在做汽車玻璃修補的 我當時有的時候要去敲別人的玻璃 然後才能夠鑽點油錢 破掉了去找你 對 是這樣子 沒有啦 這個東西要列入每台車必須 標配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的車掉到海裡 或是翻車 你要從車上逃生 這時候也許車子已經開始冒煙要著火 可是你被你的安全帶卡住了 或是被你的車窗擋住了 你逃不出來 你怎麼辦 那這個設計非常的好 就是說 它的前端是尖椎狀的 它可以把車門敲破 然後你可以安全的逃生 那它後面的設計是一個美工刀 它就可以把你安全帶割斷 它就可以把你安全帶割斷 因為我們汽車的設計呢 它比較特殊 它比較特殊 它的前檔是交合設計 它可以敲得破 但是它不會碎 那不會碎的話 你就沒辦法逃生 所以你必須要敲那條側門 側門是強化玻璃 敲到之後 它會變馬風 會變馬賽克 你把它撥開之後 你就可以出去了 對對對 不能敲擋風玻璃 黃老闆的補玻璃墊 其實我去補過三次了 哈哈哈哈 這個版本沒有 是不是就這樣 你知道嗎 他要下去 沒有 但是我 我每次去都沒有看到黃老闆本 雲遊四海 就是開露營車去那邊到處 Happy去爽 百忙之中 抽空來我們這個頻道 跟我們分享 它實際使用上的一些經驗 不知道怎麼挑選這個露營車 那我相信我們這一集就是 黃老闆他們親自的這個分享 參考的一個方向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 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一下 開啟小鈴鐺 OK我們下一集影片見 掰掰